1. 鎖骨 1. 鎖骨 1. 鎖骨 2. 鎖骨 1. 鎖骨 1. 鎖骨 那在我們完成了長21條 寬8條的底面肌之後 我們就準備要來加高 我們就準備要來加高 這是紫紋包 紅黑紫紋包 加高的部分 我們是使用14條 黑色的線 那我們 從側邊來開始 加第一條 大概是在側邊中間的線 開始加 這樣子在收尾的時候 長線會在側邊 比較好看 特別注意的是 在加高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線 不是去中間去編 而是 在 另外一頭 只留大概 三四公分就夠了 接下來我們要往 右邊的甜 右邊的甜 繼續編 那我會習慣把這個 後面這個頭 的部分 直接的藏在後面 甜跟甜 在編的時候 甜跟甜 中間的空隙不要太大 讓它貼著 隔壁的甜 就可以了 然後 當我們編好 側邊的甜之後 就開始要轉角 轉角 轉角的時候 直接把長的第一個甜 跟我們轉過來的線 打一個甜 我們稍微調整一下 那轉角的這個甜 這邊會有一個三角形的洞 然後 這樣子到時候包包做出來的 形狀 整個型會比較漂亮一點 我們繼續往右 打21個甜 然後 一樣再轉 三個角 到第四個角 到第四個角 轉好第四個角之後 再做收尾的動作 那就是從這邊一直的往這邊做 做到這邊 再轉角 轉到剛剛我們側邊的地方 再做收尾的動作 當我們把線繞一圈之後 打到這邊時 就準備做收尾的動作 然後 我們要把這條線 繞過田 然後把它藏在田裡面 接合 那我們先把尾巴 剪掉一部分 斜斜的剪 讓它有漸漸的 這樣子在穿 的時候會比較 好穿 我們把它穿過去 這個地步 剛剛是從這邊 穿過來 然後往後繞 再順著 順著右邊 穿出去 這個時候我們準備要剪線 我會喜歡用尖嘴前把它壓一下 比較平整 在剪線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拉一下 讓它剪得比較平順 然後它這個線 會再長進去一點點 就比較看不出來 接下來我們要加第二條糕 剛剛是從這邊開始起頭 那我會習慣第二條的時候 就換這邊的側邊 才不會同一個側邊 長的線頭太多 會有一點點凸的狀況 會有一點點凸的狀況 那我們一樣再取一條黑的 新的線 開始加第二層 大概是在中間的位置 往右 往右 當我們加到14條 黑色的線 14條的高之後 就準備要來做收尾的動作 然後就準備要來做收尾的動作